創刊26周年的《蘋果日報》 早前被保安局引用國安法凍結1800萬資金 《蘋果日報》在報導說影響公司資金周轉和出量 會去信保安局尋求解動部分資產 劉浩廷報導 被凍結資產的三間公司分別是《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 和《蘋果互聯網有限公司》 凍結令長達兩年 《蘋果日報》報導說公司手上現金 只夠正常營運幾個星期 警方的做法變相影響《壹傳媒》的資金周轉 加上七間本地銀行被要求不可處理 《蘋果》三間公司在銀行帳戶裏的財產 員工這個月出不出到糧都成問題 《壹傳媒》星期六召開董事會議商討出糧方案 星期一會去信保安局申請許可 尋求解動部分資產 而面臨公司因為欠薪違反勞工法例 又說如果不獲批准 或者要向法院申請撤銷結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被問到 如果《蘋果日報》因為政府凍結資金而出不到糧 是否仍然會視為犯法 他是否凍結和他是否欠其他人的錢 這兩個層次問題 我想他既然作為僱主也要成為自己的責任 兩個問題是不關事的 我想他是任何獻身的法例 應該是過了出糧日期七天 應該是會中限法例的 這個我們會先由農公署去處理 如果不行我們會放上法庭 員工要將他告上法庭 壹傳媒工會就說理解公司目前的困境 相信公司會為員工著想和盡力想方法 希望盡快有解決方案 由線電視記者劉庭報導